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神爷不是念想叛来的 而是通过自己良好的心态与行为修来的 受到财神爷的眷顾自然就有了财运 生活中这八个小动作可能让财神爷唯恐避之不及 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下列小动作 一 摇膝抖腿 很多人一坐下来就不安分 不摇摇膝盖抖腿就不自在 先不说哑观的问题 殊不知这样的小动作已经暴露了你的性格弱点 一个人爱抖腿说明他内心个性不定 在为人处事和花钱方面都欠成熟 没准你的钱财就是在这一摇一抖中流失不见的 所以还是hold住吧 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不少朋友老是无缘无故的叹气 其实也没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 就是习惯性的挨挨挨 有种打不散吹不走的负能量在作祟 如果一个人长期被负能量包围 你觉得财神爷有理由来光顾吗 有些人在公共场合吐口水都能吐出一场戏 开吐前地动山河的酝酿 但弹到了嗓子眼则骤然停止 紧接着好一股铿锵有力年谈飞射而出 真的够了 何况从风水的角度来说 随意吐口水是散财的预兆 4.长皱眉头 眉是一个人的意念中心 时常皱眉说明你的内心紧张烦闷 不得放松 长此已久会给人力气深重之感 好人员恐怕自然只能擦肩了 人员差 事业必定寸步难行 钱财进不来 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5.蹲着吃饭 大家见过几个有钱人是蹲着吃饭的 当然这里不是在攻击那些因为省时间 而无奈选择此举的广大劳动人民 但要知道 吃乃福气之兆 吃相太寒碜 福气当然不会光临了 6.踢牙不遮 好些人嫌麻烦 踢牙的时候不加遮挡 这样个人修为上既有欠家外 在风水上也是漏财之相 嘴巴代表人的财库 财库张而不必 穷神倒是挺爱上门来挖宝的 7.吃饭八戒嘴 老话说 吃饭八戒嘴就是穷酸相 所以吃饭还是别拔嘴嘴了 一切为了自己将来能富裕点 老祖宗也是用心良苦 8.投先过步 所谓投先过步就是走路的时候 投在前头 而脚却跟在后头 实际上这种人的个性很急躁 做事鲁马 但钱财的事是急不了的 急的话 赚得多 掉得也多 那财神爷最喜欢哪种人 1.笑脸赢人的人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真诚温馨的笑容 可谓是天下无敌 笑脸赢人的人 只要要求不是特别过分 一般都不太遭到拒绝 这样的人做生意 经商自然比一脸寒冰的人 收益要好得多 而发自内心的笑容 更可以传递一种正能量 让与之接触的人 心情也好很多 形成一种祥和的气场 财神特别愿意光顾 2.温言细语的人 和气生财这句话 并不仅仅适用于生意人 而是几乎适用于不同的领域 将心比心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作为职场议员 自己是愿意与和蔼和善的同事 上司接触呢 还是会喜欢那些 急言立色 言辞粗暴的呢 身为老板 自己又愿意将奖金红包 发给什么样的人呢 财神来敲门时 如果听到一声粗暴的呵斥 还会硬着头皮 非要闯进去吗 3.大度能容的人 这个大度能容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外形比较肥胖 肚富大大的人 另一层是胸怀宽广 有容忍之量 可以容忍很多不平难耐之事 与之相对的 便是心胸狭窄 小肚鸡肠 没有容忍之量的人 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人 穷的时候倒还没什么 有钱了反而无福消瘦 生病意外 不定有什么坏事等着呢 有容乃大 心态的平和 愿意助人的人 更有接受容纳财神爷恩赐的福气 而发自内心的笑容 更可以传递一种正能量 让与之接触的人 心情也好很多 形成一种祥和的气场 财神特别愿意光顾 四 对金钱有强烈需求的人 正所谓求人得人 财神眷顾谁 也得这人愿意接受这种眷顾才行 即便天上掉个大钱包 也懒得弯腰捡起来的人 财神爷也是懒得理的 而那些对金钱有着强烈渴望 把很大心思 精力 用在如何赚钱的人 对财神特别恭敬 财神自然也会特别留意一些 如果他们再能存好心 做好事的话 就会得到财神爷的特别眷顾 五 精打细算的人 经常有人抱怨老板小气抠门 殊不知 这也是老板之所以成为老板的原因之一 正是长期一贯的精打细算 才让这些人 有了比一般人多的财富积累 创业难 守城更难 很多成功的富豪 因为自己亲身经历了财富积累过程 深知金钱来之不易的道理 即便已经拥有了很多财富 也还是会精打细算 不会浪费奢靡 财富越来越多 被人们称之为财神爷 先天命理已定 我们无法更改 何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 获得财神爷更多的眷顾呢 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被财神眷顾 财源滚滚 但真正能财运亨通的人 往往是以下这四种人 财神爷喜欢到和气的人身边 在外对别人和气 则和气生财 在内对家人和气 则家和万事兴 明朝时期有一位做当铺生意的张老板 为人很适合气 一天一个老人来店里 想要赎回当掉的旧衣服 但又不愿付赎金 便和店里伙计吵了起来 张老板想了一下 便让伙计取来衣服 和颜悦色地对老人说 您的意思我明白 毕竟快过年了 谁都想穿一身暖和的衣服 您是老顾客了 犯不着为这事生气 您把衣服拿去吧 老人家没有说什么 拿着衣服就走了 大家纷纷为张老板愤愤不平 张老板却并不在意 又招呼起其他客人来 令人意外的是 第二天老人又来了 一见到张老板便身居一躬 连谢张老板的救命之恩 原来临近过年 一想到自己签下巨债 便想来店里闹事 一命相搏 想要碰瓷换来钱财 让家人过个好年 但是张老板和气宽容的态度 让他及时停止了 这愚蠢又歹毒的计划 万物相生 对他人和气 也就是对自己和气 这样的人 没有太多消耗 其情绪和精力的事情 自然财运巨拢 就连梦子一云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原来一个和字 每晚睡觉前总是拍拍自己的额头 别让自满的意念 扰乱你的脑袋 事实上 低调做事 少言寡语 闷声发财 是洛克菲勒一贯的行事风格 山从来不解释自己有多高 但这并不影响他耸利云端 一个具有富人思维的人 不会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 是崇高还是卑微 他们会在自己的时区里 低调做事 闷声发财 三 勤劳致富 皆五福临门 一个人想要拥有 长久的财富和成功 最好的办法 便是一步一个脚印 人生没有什么捷径可言 走到最后总是会发现 所谓捷径 才是最绕的弯路 所谓财不入疾门 浮不入偏门 根基越稳 财运越长久 智慧的人们深谙此道 在正月初五这日 便会身体力行 打扫卫生 把脚下尘土送出门外 俗称送穷 这里的穷 则代表 治穷 学穷 文穷 命穷 骄穷 为了送走这五穷 人们会在这一天 进行彻底的大扫除 把初一到初五攒下的垃圾 扫出大门 同时把穷鬼和霉运 也送出去 勤劳不仅可以让家变得干净 更能为人生 清理出一条 康庄大道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让人发财的真正风口 从来是在正确的选择之下 持之以恒的 勤奋付出 一个人只要吃苦耐劳 能在自己所热爱的事情中 保持热情和勤劳 就一定会走出属于自己的 致富之道 四 生财有道 赢五路财神 房间有言 财神也是五路神 指东西南北中 寓意为出门五路 皆可得财 在传说中 文武财神是正财神 而五路神则为偏财神 清人姚富君一说 五路神俗称财神 其实即五四门行中之神 出门五路皆得财也 其中五四即记户 造 中六 门 行 五月初五这天 人们会选择羊头和鲤鱼 来供财神 二者皆有吉祥之意 人们希望自己的诚心 可以让财神显灵 让自己在新的一年里 发大财 同时 五路神寓意 也在告诫大家 有道之财 才是好的财富 真正的求财之道 其实也就是修心之道 一个做事有良心 有底线的人 走到哪里 财运都会相随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太太 在一家店铺 带处理的鞋子中 看中了一双红色的皮鞋 试穿之后 她很喜欢 于是准备付款 却没有想到 老板过来伸出手说 可以让我再看一下吗 这位太太很不解 老板连忙说 不用担心 我只是确认一下 这是不是那两只鞋 怎么是两只 这不是一双吗 老板认真的说 十分抱歉 这本来不是一双鞋 尽管皮质 尺寸 款式相似 但还是有一点点的误差 可能是之前的销售员弄错了 为了避免您发现真相后后悔 所以我需要如实告诉您 太太听了这番话 非但没有放弃这双鞋 反而成为了这家店铺的忠实用户 这便是生财有道 财运总是与人心连在一起的 正道求来的财会越积越多 求财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歪道求来的财只是一时的财 甚至还可能带着危险 所谓人不尽道 财自远人 只有坚守良知 保持底线 求正道财 走阳关道 才能赢八方银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因果报应 听佛戏说 大家好 欢迎订阅听佛 有人说 二十岁的脸是天生的 三十岁的脸是生活雕刻的 而五十岁的脸 就是你灵魂的模样 越长大 越人越多 越理解这句话 人的外貌 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种是外形上的长相 如五官 骨骼 欲生俱来 而更深层次的是精神上的 由心而发 有你的情绪 心态 长期作用在脸上 而形成 也能被称为心相 小时候看人 只知道那个人好不好看 这是看长相 长大后看人 我才发觉 原来形容一个人的脸的词汇 可以如此丰富 有的人亲切柔和 有的人一脸凶相 有的人颓废阴郁 有的人淡定自信 有的人越看越顺眼 有的人却越看越丑 这就是所谓的心相吧 日本文学家 大宅壮一曾说过 一个人的脸 就是一张履历表 心相并非一朝而就 而是日复一日 点滴沉淀而成 如大自然 一点点风化 侵蚀 堆积 形成的地貌形态万千 所以年龄越大 脸上的内涵越明显 想了解一个人 得看心相 长相可以通过 化妆整容优化 但是最高级的化妆 也化不出美丽的心相 一张好的心相背后 藏着一个人 好的生活方式 生活态度和品格 好的生活状态 都写在脸上 看过一组照片 是几十个外国男生 参军前后容貌的对比图 有趣的是 对比之下 可以看出 样貌是一模一样的 但也可以说 是截然不同 一样的五官 发型 表情 但明显 参军后的照片 帅气很多 其中最大的不同 便是眼神 前者涣散 而后者 多了一分深邃坚毅 在镜头的记录下 我才发现 正是这个细微的差别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貌 这种容貌 就是他人眼中看到的你 这种微妙的变化 正是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 参军后 严格的生活作息规律 艰苦的训练 让一个人的身体 和精神状况 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情绪 心态 也随之改变 从而整个人变得有活力 坚韧 自信 同样 在平时生活中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 衣着打扮 发型 来改善外在形象 但是 精神面貌 是打扮不出来的 再红的口红 也掩盖不了 你的憔悴疲惫 一个眼神 一个站姿 一张口 就轻易地 出卖了你的生活状态 大街上 地铁上 只要你多观察鸡眼 有些人 五官长得挺标致 但整个人看起来 就是不高级 甚至 眼里眉间 夹杂着一丝丝脾气 有些人 虽然长得很一般 但自带气场 看起来很顺眼 这 就是良好的心象 小陈 白净的脸 干净整洁的穿着 下班经常去健身 阳光帅气 大男孩的标配形象 不过我发现 他有时候走路 总是刻意地抬头 我好奇地问他 他说 其实他以前挺自卑的 所以这样走路 想自信一点 后来就形成了习惯 我不解 直到偶然一次 我看到了他的身份证 顿时惊呆 照片上的人 黑黑瘦瘦 眼神呆滞 看起来很颓废 这是他吗 我才知道 自从工作后 他下定决心改变自己 他改掉了熬夜 打游戏的坏习惯 开始注重护肤 健身 增肌 虽然他现在 还有点自卑的影子 但至少 现在大家眼里的他 就是一个 帅气的大男孩形象 新的生活方式 不仅仅给他带来 外在形象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 他整个精神面貌的 脱胎晃骨 比一个人的皮囊 更重要的是 是他背后的生活状态 笑容是一个人 最美的表情 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人前的笑 成了一种稀缺的能力 我们最灿烂的笑容 只存在朋友圈的照片中 每天的会心一笑 都给了手机屏幕 那些喜欢笑的人 一个笑口常开的人 不一定是生活得很顺利 但他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也是生活中的强者 以下有这样一则故事 还记得 陈丹青第一次去美国时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看到人人长了一张 没受过欺负 也不打算欺负别人的脸 这脸说的不是长相 是心相 没被生活欺负的脸 是一张爱笑的脸 是不轻易愁眉苦脸的脸 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个送外卖的阿姨 几乎让全校学生都难以忘记 阿姨喜欢穿不算透明的黑丝袜 骑一辆单车送外卖 每次看到取外卖的学生来了 他都会笑吟吟地下车 双手递上外卖 说一句请慢用 每次经过男生宿舍 最常见的也是那个阿姨的身影 取外卖的男生们 也会开心地说一句谢谢阿姨 前阵子 吴一忠和老同学提起那个阿姨 同学说 当然记得那个阿姨 有一次我很不开心 特地点了那家店的外卖 看到那个阿姨的笑容 就感觉心情明亮了许多 我想 或许那家店的老板并不知道 阿姨的招牌笑容 给他带来了更红火的生意 多年以后 那个阿姨的长相 早在我脑海里模糊 但是 那个灿烂的笑容 却依然清晰 他的笑脸 居然可以让我忽略 他原来的相貌 忘记他的年龄 只记得他的脸很美 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压力 也许是偶然遇到不顺的事情 甚至 没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都太轻易 摆出一副 或忧愁 或冷漠的表情 心态的长期积累 便塑造了一张脸 真正的面目 小时候 外婆对刘丹青说过 人老了之后 会变成两种人 一种是慈眉善目的老人 一种是凶神恶煞的老人 现在看来 确实有几分道理 一个人的心相 也是一个人内心的投影 自私自利 尖酸刻薄 心胸狭隘的人 大多尖嘴猴腮 脸带利器 即使生得一副好皮囊 但多看几眼 便会不耐看 而品性善良的人 年龄越长 一张脸越发柔和 让人越看越顺眼 越接触越喜欢 月圈里的漂亮脸蛋很多 刘若英的长相不算精致 但是 她却自带一股甜淡的气质 如今的奶茶 已经48岁了 生活留在她脸上的印记 是她的谦逊 亲切 独立 和不争不抢 经历过生死的胡歌 一张脸颜值依旧 但变得更加谦和 慈悲 宽和 也更加成熟 有魅力 这是以前的胡歌 所没有的 胡歌不再是从前的胡歌 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 促使他不断地修炼内心 一个人皮相再好看 但长期品性不好 心相就会越来越不好 洞察里敏锐的人 往往看得出来 以前一个女同事 整过容 后来转行去时尚行业 变得越来越时尚 但是始终不变的 是她脸上那股 咄咄逼人 和不屑一顾的气势 虽然长得精致了 但看起来还是不舒服 公司的许多同事 都领略过她的脾气 她总是沟通 每两句话就失去耐心 自己想得到的结果 不允许别人说不 一副大家都得迁就着她的模样 说到这里 不禁联想起 鲁迅笔下的一个经典人物 杨二嫂 年轻时候的杨二嫂 美丽动人 静坐豆腐贪钱 安分守己 人称豆腐西施 可惜后来在贫困生活压迫下的她 变得势力 粗鲁 猖狂 也因此成了一个 薄纯 高颧骨 细脚伶丁的圆规形象 面目可憎 小孩子天真无邪 一张脸写满单纯喜悦 年龄渐增 内心渐渐复杂 一张脸也渐渐丰富 你赋予她什么 她就会拥有什么 曾国潘曾反复实践 总结出一套六美六恶的向人之法 通过观察人的气象来裁断其心术 他所提拔的李鸿章也是很符合六美标准的人 所谓的向人之术也许并不科学 然而当你看人识人 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长相时 当你懂得不仅装扮自己的长相 还注重自己的心相之实 说明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佛说相由心生 一个人的真正样貌不在于他的外表 而是在于他的内在 只有内在美才是真正的美 一个人要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学会自律 只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内心才会变得真正的强大 一切的万物皆是由心而生 由心而灭 缘起缘灭 花开花落 皆有定数 一切都要随着那个定数走 静观其变 有些事情是不能强求的 就好比人生 是你的终究是你的 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 要学会看淡人生的德与诗 以一个淡薄的心态去看人生 在这个大环境里 人会跟着这个大环境所改变 我们似乎在这个大环境下 迷失了自己 仿佛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 其实对与错没有什么分别 万物皆有灵 生命皆无常 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活好今天 过好当下 一个人的境遇只有靠自己走 每个人的路都是靠自己 只有自己内在的强大 才能改变自己人生的路 每个人在走好自己的路 同时也要有正确的三观和底线 要学会做人和做事 做什么样的人是最重要的 坚定自己心中的善念 永远地做自己 不管在何时 做自己是最重要的 向由心生静由心造 一切由心而生 所以要学会控制住自己的心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坚定地做自己 在一个大环境下 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 则是你心中的信念 只有心中的那团火不灭 信念便不会吹灭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会有所改变 而真正改变的 只有自己的心境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因果报应 听佛戏说 大家好 欢迎订阅听佛 相传 释迦牟尼花二十一天 讲了八十卷华严经 花十二年 讲了一百八十万字的阿含经 但仅有二百六十字的心经 他却足足讲了二十二年 四祖道信禅师曾说 百千法门同归方寸 和沙妙德总在心缘 世间之事皆在于心 当一个人读懂了心经里的 这三句话 就有了改变人生的神秘力量 必将福气迎门 第一句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赌一切苦恶 心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有位哲人曾说 世上没有跨越不了的事 只有无法逾越的心 很多时候 人们觉得是苦难重了 事情大了 走不出来 其实是人们的心还困在过去 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有个人年轻时遭人陷害 后来冤案虽被平反 但他已经坐了八年老 出狱后他终日不开心 总是骂骂咧咧咧 我真倒霉 人生最好的年华 都在大牢里荒废了 我吃了那么多苦 那个陷害我的家伙 就算把他千刀万剐 也难泄心头之恨 一直生活在痛苦中的他 六十五岁时 生命也快要走到尽头 会通禅师前来看望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何苦耿耿于怀呢 他气若油丝 仍难难道 大师我是被冤枉的 如何释怀 那个人把我的人生都毁了 禅师摇摇头 你在里面坐了八年老 在外面又整整坐了三十年老 真正毁掉你的不是那个人 而是你自己的心啊 是啊 一个人一直放不下过往 总是在委屈怨恨痛苦中度日 哪怕身体自由了 心却始终困于囚笼 古人云 风月无经古 情怀各相依 古今风月都一样 只是看的人心境不同 所以产生了别样的感觉 就像我们常说的 心中有佛 则所见皆是佛 内心若是安定自在 则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 都能够悠闲自得 内心若是烦恼不堪 就算呆在风水宝地 都觉得痛苦煎熬 心才是一切的根源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你的生活全是由自己创造 菜根坛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江子牙和申公豹 一起在昆仑山学艺 下山之前 师父给了他们一人一本奇书 江子牙在书中看到了美丽的山川景色 祥和秀美 而申公豹在书中看到了烧杀抢掠 血流成河 师父于是感叹 心善之人看什么都觉得是美好 凶险狡诈之人看什么都是黑暗 心邪一切邪 心正一切正 一切为心造 无心自解脱 心经有云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石 照见五蕴皆空 赌一切苦恶 万物有生有灭 皆是梦幻泡影 所有的痛苦并不在于外物 而是源自内心 心不住在往事的牢笼 就能走出挫折 困难的迷雾 真正获得自由 而生活中 因名利斤斤计较 为得失耿耿于怀 看似是被生活折腾 其实都是自我折磨 人生不长 快乐本就不多 何不放开怀抱 放下痛苦的过往 拥抱幸福的心生 第二句 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解 人的世界 就是人内心的映射 佛语有云 静随心转则悦 心随静转则凡 一个人的静况 会随着自己内心改变 周深的环境 只不过是内心的反应 要想人生顺遂 就要学会反观内心 心随静转 苦不堪言 静随心转 才得自在 有这样一则故事 曾经有两个书生 学业相当 都有望考取近视 于是他们结伴上京赶考 路过一片树林时 突然一只小鸟摔下来 死在他们脚边 高个子书生没当回事 继续往前走 矮个子书生 心里咯噔一下 鸟落在地上 岂不是落地吗 他看着鸟沉默许久 而后才追上高个子 到了京城 他越来越郁闷 满脑子想的 都是考不中的悲哀 结果考试那天 他心中被落地纠缠 答题毫无思路 最终名落孙山 而高个子书生 一心高中 答题行云流水 果然金榜提名 毫不相干的是 一个人没当回事 另一个人胡思乱想 最终结果 天差地别 心惊有云 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外在的环境 遇到的事情 都是虚幻的 并无好坏之分 真正定义它的是 人们的内心 心就是一面镜子 会照出世界的样子 一旦有了妄念 心境就扭曲变形了 成了哈哈镜 让世界失了针 这便是心经中 所说的无明心 也就是不明白的心 人们每天都在浴室 若是内心无明 则看不清世界 更看不清自己 最终就会搬起 莫须有的石头 砸腾自己的脚 相反 浴室少想些 多专注于 起初要做的 则能安然以对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收获大幸福 第三句 无心挂碍 无挂碍顾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心越清静 人越自在 佛曰 一念一清静 心是莲花开 很多时候 人们自己内心不清静 旁人的一句话 一个动作 都叫得他们不得安宁 幸云大师 曾讲过一个故事 古时候 有个人给他的母亲 裹八十大寿 请唐伯虎为他母亲提诗 唐伯虎提笔便写 这个女子不是人 这个人很生气 心想 这个唐伯虎居然骂我妈 早知道不叫他提了 过了一会儿 唐伯虎慢悠悠的 边喝茶 边写下第二句 九天仙女 下凡尘 这个人一下子又开心起来 写得太好了 夸我母亲是仙女 唐伯虎接着又写 养个儿子会做贼 这个人又难受了 竟然骂我是贼 最后唐伯虎写了句 偷德仙桃 供母亲 这个人的心情 又雨过天晴 写得好 说我到天宫 偷桃供母 孝心可嘉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短短四行字 就能让一个人 有这么大的情绪起伏 故事虽然夸张 却是人们日常的真实写照 话还没说完 事情还在发生 很多人就坐不住了 情绪就上来了 落在纸上三两语 听在耳中一席话 轻易就能搅扰内心 弄丢自在 一个人如果太在乎自己 在他人眼里的样子 纠结他人给的选择 就会完全忘记自己是谁 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最终一事无成 想来这一切归根结底 还是自己的欲望太多 心不清静 心经有云 心无挂碍 无挂碍顾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情绪不受繁俗影响 形势不因变化波动 坚守内心的清静 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生无常 凡事先放一放 置身室外想一想 于喧哗处不慌张 拥挤处不迷茫 福气也就来了 心若清静了 万事就简单了 佛说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心境广阔的人 不论外界是情是语 内心都是天高云阔 总能放空自己 不生苦难 这便是般若心 能装下世间无穷美好 收获人生旅途珍宝 做人心量越大 成就也会越大 心底无私天地宽 心有海量万事容 达赵法师曾说 无忧即是福 心宽则无忧 故心宽是福 心宽如海 百福尽来 凡事放宽心 人生才会活得自在 凡事放宽心 人生才会海阔天空 做人要学会 让自己心宽似海 放得下过往 也装得了未来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如此最好 读懂了心经 就能在一花一世界中 快意生活 在一夜一菩提中 绽放人生 有人说 生活就像是一杯 淡淡的清茶 浅浅淡淡又有几分苦涩 阴云中去品尝人生的味道 捧着一杯菊香 看它在水中摇曳绽放 许多人爱菊 只因它不似娇艳滋涩而取魅 卓一席素雅 行走于百花之中 原来如菊 浅淡清新 芳香宜人 原去亦如菊 但余香散尽 只留下杯底的 那一抹浅白 去诠释 生活的真谛 有人说 生活不过是一个歌舞场 所谓人生 只不过是 一时的繁华与精彩 最终只能落得一个 曲终人散的结局 世间百态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或许生活就如同佛经中所言 不要去苦苦追寻结果 而要去体会人生的悲喜 用心去感受生活 聆听生活 听见了吗 西岩乌角的风铃 随风摇摆 即使是寒冬时节 依然能够感受到江南的风景如画 用心去体会生活的美 让生活温暖心灵 就像那随风坠入黄土的枯叶 褪色的叶面 雕刻着细细蜜蜜的叶纹 静静诉说着叶的一生 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机缘巧合 或许只是偏离一步 命运就会驶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时节如流 岁月不拘 如果说 时间没有早一步 晚一步 世间是否不会 有如此多的苦痛别离 如果恰巧有人 也在世间的和尚 遥遥相望 四目相对 是否他们的命运 会有不同的结果 缘已定 生活的魅力 就恰在如此 人们顺着不同的轨迹 用心灵去摸索 去感知未知的生活 均可知 与千千万万个过客中 即使头破血流 满身伤痕 依然不会错过 每次擦肩 情不畏因果 缘注定生死 生活不仅仅是一个 未知的谜 它还是一个记事本 初春年华 万物蒙发 世间充满了生活的活力 美丽的生命 在大自然中欢畅 绽放在最美的年华中 剩下浪漫 懵懂青色 正知花季年华 生命谱写着 最悦耳的篇章 有几分浪漫 有几分迷离 有几分落寞 悲秋将至 年华已过 听得见 花落得心碎 绵延了几多深情往事 午夜迷离了多少回忆 却始终挽留不起 青春的退却 寒冬已过 万籁俱进 花落向晚 残乡已尽 留不住岁月的容颜 描不出流年的倒影 幻影中逝去一梦 是非对错 皆如净花水月 一花一天堂 一草一世界 一树一菩提 一土一如来 一方一净土 一笑一尘远 一念一清静 心事莲花开 续与经伦 点卷焚香 世间百态 于生活中看见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